几名锦销双手紧紧护着从河中拉上岸的女子 河岸边还有救生艇待命 但看仔细了 这个女生身上穿的可是新娘子的白色婚纱 现在全部沾满淤泥 回到派出所赶紧披上后外套取暖 远景还带回女子遗留的宝特品 里头装有刀子跟遗书 一问之下才知道 这名27岁女子原本跟情人在试穿婚纱 结果怀疑另一半出轨发生口角 气得穿着白沙一步步走入淡水河中 那个女子她比较娇小啦 所以目测她应该是已经到最少 因为水已经淹在她胸前 已经淹到她胸前的话 她可能已经有插到她的大腿这边了吧 远景接获民众报案 有人落水三步并两步跑到现场 眼见前方被高墙挡住 而且水流湍急 水深已经淹到女子胸口 就是只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我当时就是直接 没有考虑就是直接上墙 一个剑步往高墙一蹬 跨越将近两公尺高墙 跳入河中 将亲生女子救上岸 虽然人平安无事 但昂贵婚纱爆销了 该找谁赔 已经跳水我们不敢将她赔啦 她都已经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不敢 婚纱同业 得知新娘跳河事件 直呼好夸张 通常新人恶意弄脏婚纱 必须赔偿 但跳河事件属于特殊案例 婚纱业者通常 不会向当事人索赔 只能磨磨鼻子认赔 幸好当天有原警 在附近持勤 跳河救人 否则喜事恐怕 酿成悲剧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